6月14号 由两岸共同主办的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大会 在郑成功祖籍地福建泉州南安市举行 海峡两岸各界500余人在南安主会场和台湾嘉义县分会场云交流 共同缅怀郑成功的丰功伟业 在台湾的一些人祖先 他其实早期也都是跟着郑成功一起来到台湾 在这边开墾发展 然后在这里落地生根 郑成功是泉州南安市警证人 1661年至1662年初 从福建出发 挥施东征 驱逐荷兰侵略者 收复沦陷了38年的祖国宝岛台湾 300多年来 郑成功一直作为民族英雄 被两岸同胞传送 这360多年来 对台湾的影响非常的大 整个台湾的闽南文化 就是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始 把闽南文化带进了台湾 所以整个两岸的文化 这360年来 我们要感谢郑成功的 这360年带来着两岸的同言同种的文化 纪念大会后 有两岸26家民间机构 共同举办的郑成功林园民间败业活动 在南安市和嘉义县同时举行 两岸代表共同许下和平安康的行愿 郑成功东征台湾 建设台湾的历史事件 充分地验证了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神圣领土 郑成功的爱国精神 也是中华民族推行主国统一的一个光辉奇迹 当天 两岸郑成功功庙 通过视频直播连线的方式 同步进行共济英雄郑成功 感恩赴台六甲子主题竞相活动 以古老而传统的仪式 祭拜郑成功 共同缅怀这位民族英雄